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這週末也有不太好消息出現 位於西九文化區地盤下方 屬於地鐵圓坊商場冷氣系統 在海水冷卻工地地底管道 昨天揭發了嚴重斷命工業意外 兩名上星期六在工地開工的男子 因為人為疏忽 有傳管道出入口上鎖 令他們通宵被困在密室空間裡 吸入了個量有毒的沼氣不治 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 香港管線專業學會的前會長王敬和我們聊聊 早安 王敬和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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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了解為何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特別在地底工作上 安全情況應該如何考量 我們一步步講 首先就是風險評估 首先我們要證明這個是不是密閉空間 它是透過風險評估去做的 而風險評估是需要由一個合資界人士去做 這是第一 第二如果我們確認它是一個密閉空間 我們要走遞一個程序 就是有一個叫做工作許可證 或者是出入許可證的制度 這個制度上面就會有工作日期 時間 地點 工作內容 工作進入管道的人物 以及進入可以逗留的時間 這個是缺一不可 當然我們還要測試有沒有毒氣 或者有沒有足夠的氧氣 因為我們做風險評估 基本上我們是以五個指名風險 其中一個就是叫做密閉空間 這五種指名風險分別就是火 熱 氣 水 和流動的固體 這五種指名風險分別都是叫做密閉空間 在密閉空間之下我們有這個趨入許可證 然後我們還要有兩樣重要的動作 第一就是進去的人 本身要有一個毒氣的探測標在身上 長期開著 以防突然間有毒氣來 如果真的有毒氣或者缺氧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要立刻撤離 因為這些標其實它的信號只是告訴你 你將會有危險 就不是即時死亡的 所以在遇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最重要是要定和撤離 這是第一個守則 第二個守則就是外面要有一個看守員 這個看守員都是要受培訓的 它是保持10至15分鐘 要和在裡面工作的人員 是保持一個溝通 讓他們知道說得難聽些 都還在生 如果我們知道他在生他繼續工作 如果真的大吉利是有問題 我們必須要打999 999 999的情況 香港的緊急救援系統 是非常完善 幾分鐘都有人來的了 這個當然就是消防和警察 而999的同事呢 我們還要做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吹風 還有如果有安全性的情況之下 就是將它拔起來 不要讓它拿水 第二個就是派一個人出去路口 接應這個消防車 這個消防車 去到我們這個工作地點 你看回我們昨天的新聞片段 其實如果我們看到消防車 要找到這個地點 其實都是有些時間的 所以我們將時間縮到最短 就找一個人去接應這個消防車的道理 這個就是第二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 如果可以 現在有足夠的培訓和經驗 它可以嘗試去拯救 我要強調前提 要足夠的培訓 經驗和工具 再加上體力 比如我自己 我有這個足夠的培訓 經驗和這個器械 但是抱歉我的體力 不是很支撐到我做這件事了 所以我們將這個拯救 是要交給相關專業人士 不要自己以身犯險 你做得最應該的就是打電話報警 以及將那個消防 盡快引到那個事發的地點 黃敬 現在說消防員 發現在那個氣管裡面 有大量的流化氫的毒氣 那麼流化氫這種毒氣 是怎樣在這些管道會產生出來的呢 其實這個5米乘5米 我叫做管囊的地方 其實它的設計 就是放一些冷卻水管 冷卻水管一般是咸水或者淡水 會然之就不應該有流化氫的 但是為什麼都會有流化氫呢 就可能有其他地方滲進來 包括在泥層裡面其他地方的管道 可能有破損 那這些污水就出了泥層 然後慢慢透過這些管囊的縫 就接進來 那重點就是因為它應該通風不足夠 令到這些這些流化氫的氣體 就會積聚 流化氫因為是重於空氣 所以會將空氣排走 令到積聚的數量過了某個數量 我們人就會感覺會暈 還有最後會導致窒息而死亡 是的 所以它看的面子 它就是進去一個海水管道 一條很長的隧道 不想著是有流化氫的 那是不是在流程上應該都要檢測一下 還是還是不要看著那塊水 如果你以為沒有毒氣呢 我們火、熱、水、固的氣是兩部份 一個就是氧氣 足夠的氧氣 另一個就是毒氣 所以剛才你說了毒氣之外 其實我們還要說了氧氣 氧氣我們一般呼吸舒暢的 大概是19.5%到23.5% 如果是低於或者高於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氣體探測標 其中一個就是氧氣的含量 這個含量就是我剛才說的幅度 如果氧氣飆響的話 其實你就要撤離 嗯 那當中其實施市的地盤 都是一條很長的隧道 裡面都有很多的口管 那通風方面 其實我們是怎樣去安排 或者怎樣去測試到它是否適合的呢 一個完成了的隧道 本身是一個很完善的通風系統 就算某一部機壞了 都還有後備才對的 在一個在建的隧道 一般我們會用臨時的通風系統 而這個通風系統會因應這個隧道 或者這個管囊的大小是要設計的 那所以如果打個比喻 我們是做過一個三米半成三米半的很大型的隧道 其實我們用了六部 六百毫米的吹風機 去令到我們的氣流是足夠多 驅走一些有毒的氣體 或者是補充足夠的氧氣 那當這個現場的情況 我現在不清楚 所以我只可以說 如果它有足夠的通風系統 整件事應該就會好很多 你自己看回這次上面 其實本身工人的意識上面 是不是都不足夠呢 接下來其實是否應該要在這方面 加強教育和宣傳呢 這個是我們一直都跟處方勞工署是講的 香港對於密切空間的培訓是不足的 現在一天的課程 它就可以叫做密切空間的持卡日 香港發了這些卡 我相信有超過三十萬張 這個是根據數據出來的 但是個個都是專家的話 這個世界就沒有專家了 所以我們一路建議這個培訓 最少去到三至四天 尤其在實務那裡是要做多些培訓 即是說怎樣去用那些氣氛 怎樣去演繹那些場景 那現在一天的課程 全都不足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而且有些課程的導師 甚至會跟你說 你來上課課 不要想著你做得到 那就是大件事 這個當然要嚴重去處理 還有在教育宣傳上面做多一些 讓工人都明白到 本身的風險 意識等等 都要靠專家方面 再給多一些意見給政府 今天我們先多謝黃景思 多謝你